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下大事 作者一中天 朗读者有意 一 天下大事 有理由认为未来的世界舞台将是三大文明唱主角 哪三大文明呢?西方现代 伊斯兰 中华 是这样吗?是 请看世界地图 如果用不同的色彩来表示不同的文明和文明圈 比如西方蔚蓝 伊斯兰碧绿 中华明黄 那么也可以用黑色表示非洲 咖啡色表示印度 者黄表示蒙古和南亚佛教国家 灰白表示其他 至于斯拉夫 拉美和现代日本则都是紫色 只不过斯拉夫偏红是红紫 拉美偏蓝是蓝紫 日本偏粉是粉紫 文明的版图五彩编纷 绚丽斑斓 斑斓也不奇怪 因为文明是有色彩或色调的 最先出现的是黄色 土地的黄 这就是大陆农耕文明 比如埃及 苏美尔 印度的 哈拉巴 中国的夏 这些都是农业民族创造的文明 因此要么在大河两岸 要么在冲击平原 要么在入海口三角洲 比如北非尼罗河流域 东亚黄河流域 南亚印度河流域 西亚两河流域 那里有着肥沃的土地和丰富的水资源 很容易把采集经济变成农业经济 也很容易把聚落变成城市 其次出现的是蓝色 大海的蓝 这就是海洋工商文明 比如地中海岸的犹太 地中海岛的克里特 爱琴海岸的希腊 辽阔的海域 以强劲的季风让他们扬帆远航 建立起跨地区 跨民族 跨国界的商品经济 也建立起蓝色的文明 起先蓝色文明是弱小的 但欧洲文艺复兴以后 西方世界勃然兴起 现代文明席卷全球 蓝色交响曲便成为近现代文明史的主旋律 第三种是游牧商贸文明 创造者则是阿拉伯半岛的贝都因人 贝都因的意思是草原牧民 而游牧民族原本是最难建立文明的 因为文明的前提是定居 所以最先出现的文明一定由最需要定居的农业民族来创造 其次才轮到既有行商又有做股 还有作坊的商业民族 至于游牧民族每到春天和秋天 就要卷起膨胀转场 迁徙到夏木场或冬窝子 他们也不喜欢定居 而更愿意骑在马上 唱那蓝蓝的天上白云雕 因此一般来说 游牧民族只能作为外来户进入文明 比如来自叙利亚草原的阿卡德人 来自迦南地区的西克索斯人 来自蒙古草原的蒙古人 事实上西克索斯的本意 就是牧人之王或外邦之王 这就只能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更上层楼 比如征服了埃及的西克索斯人 就站在金字塔的基石上 而征服了宋帝国和阿拉伯帝国的蒙古人 则被汉化和伊斯兰化 然而阿拉伯半岛上的贝都因人却是例外 因为这些游牧民族很早就从事商贸活动 他们的商队之大 骆驼可多达一两千只 还有标客护驾 于是当他们团结在新月旗下 建立起自己的宗教中心麦加和政治中心麦地纳时 一种稳定而持久的新文明就诞生了 这就是伊斯兰 它当然是绿色的草原的绿 静雅思听 智慧声音 现在很清楚人类文明有三种类型 大陆农耕 游牧商贸 海洋工商 中华 伊斯兰 西方 则是这三种类型的三个代表 天下大势 一目了然 问题是世界的态势何以如此呢 未来的走向又将怎样呢 这当然是只能从长记忆慢慢到来的事情 但总体上说 有着色彩或色调的文明是液态的 液态的文明都会有自己的泉沿或源头 比如苏美尔 孟非斯 雅典 罗马 耶路撒冷 麦加和麦地纳 如果文明的泉水充分的涌流 就会慢慢的默默的渗透 弥漫 吸取 交融 汇合 把原先散落在各地的文化点文化面文化片文化圈都圈起来 形成文明圈 如果这圈子足够大可以超越国界 包容或影响不同种族或民族让他们有了共同的气质 那么这种文明就是世界性的 比如当年的罗马和汉唐 后来的伊斯兰和西方 另一种则是区域性或民族性的 印度文明就是区域性的 不论种族论地区 斯拉夫文明就是民族性的 不论国家论民族 日本文明则既是区域性的又是民族性的 一国一族一文明 因此不大可能有其他国家和地区被日本化 印度化 斯拉夫化 过去没有 将来也难 至于犹太文明和佛教文明则是另一番景象 当以色列犹太王国存在或佛教在印度的孔雀王朝被奉为国教时 这两种文明也是液态的 然而一旦失去根据地 他们就气化了 气体总归不如液体稳定 所以犹太人一定要重新建立自己的国家 但气体也可以染色 所以亚洲北部的蒙古 亚洲南部的泰国 缅甸 老挝 前普寨 文化相逸 却同为者黄 当然即便是区域性或民族性的文明 也可以有世界性的影响 只要它足够优秀 足够先进 足够强大 有让其他民族刮目相看的过人之处 想想看吧 东汉未进以后的印度 鸦片战争以后的日本 十月革命以后的俄罗斯 改革开放以后的韩国 对我们产生了多少影响 这是要认账的 液体可以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然而不同的文明圈 人口面积影响力和知名度 总归不一样 在国际社会和人类历史中的责任 义务担当也不一样 在未来世界可能发生的影响和作用 恐怕就更不一样 这就好比同样是水 都能够养鱼 却有的是海 有的是湖 有的是河塘 尽管呢 河塘中月色颇佳 而且风情万种 文明平等 而又有量级 因此如果综合考虑上述原因 那么全球文明就可以分为三个世界 哪三个世界呢 第一世界是西方现代 伊斯兰中华 第二世界综合排名为斯拉夫 印度 非洲 日本 拉美 犹太 第三世界包括朝鲜 蒙古 东南亚等等 第三世界的作用相当于古世中的散户 大鳄 则是前三甲 中华的位置赫然在目 但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文明是有意志的 文明有意志就像宇宙有目的 宇宙的目的就是人 文明的意志 则是为全人类找到谋求幸福的方式和途径 正是这一意志决定了人类历史的蜿蜒曲折和波澜状况 当下世界的丰富多彩和生机勃勃 未来全球的天下大势与何去何从 以及谁将是带头大哥 那就一一到来 静雅思听悦尔系列光盘之 人生上半场 如果将生命的长度定为七十年上下 三十岁前无疑属于人生的上半场 上半场的人生态度决定了下半场的人生走向 青春到底有多少种可能我们应该怎样活 听人生上半场给你答案 静雅思听 让智慧也动听 文明的意志与中华的位置 二 历史谜团 作者一中天 朗读者有意 文明来自野蛮 野蛮时代的人类是分散在世界各地自生自灭的 他们建立的首先是文化点 这就是原始群 本书称之为夏娃的时代 如果这种文化能够存活并得到发展 就会壮大为文化面 这就是士族 本书称之为女娃福西的时代 不同的文化面由于自身的裂变和扩散 以及相互的影响和交融 又会连成文化片 这就是部落 本书称之为炎黄的时代 不同的文化片 由于迁徙 联合 兼并战争 则会形成文化圈 这就是部落联盟 本书称之为 尧顺的时代 这是为了安全 自由和身份认同 群居的人类开始把聚落变成城市 把部落变成国家 从野蛮时代 过渡到文明时代 这个过程简单的说 就叫点 面 片 圈 国 分水岭是国家的诞生 或者说文明的标志是国家 国家的标志是城市 以此为戒 人类历史被裁为两节 之前叫史前史 之后叫文明史 时间开始了 成功与挫折 光荣与屈辱 升华与堕落 也开始了 请看历史年表 本届人类共有七千年文明史 分为三代 第一代是直接从原始社会产生的 西方学术界称之为古代文明 其中最古老的是埃及和苏美尔 都发生在五千多年以前 苏美尔再加上后来的阿卡德 巴比伦 亚树 统称 美索不达米亚 美索不达米亚是希腊语 意思是两河之间 即右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间 所以苏美尔阿卡德 巴比伦 亚树也叫两河文明 苏美尔和埃及是人类文明的先行者 当曙光在两河之间和尼罗河流域出现时 世界绝大多数地区还是一片蛮荒 大约要过一千年 哈拉巴文明才会在印度河流域出现 再过五百到八百年 克里特和夏文明才会在爱琴海域和黄河流域出现 哈拉巴 克里特跟我们基本同时是同龄人 那时埃及人早就建起了金字塔和尸身人面相 苏美尔人也早在吟唱他们的史诗 作为文明 克里特也叫米诺斯 哈拉巴也叫印度河 印度河文明跟印度文明是两码事 而且八杆子打不着 前者是达罗皮图人创造的 后者是亚利安人创造的 只见还有几百年的空白 苏美尔 埃及 哈拉巴 克里特 夏 再加上中美洲来历不明的奥尔梅克 便号称六大古代文明 第二代叫古典文明 其中印度河与恒河流域的印度文明 中美洲的玛雅文明 以及希腊 波斯 罗马都发生在公元前 是后来人 拜占庭 日本 阿拉伯 俄罗斯 在公元后是年轻人 第三代叫现代文明 主要指西方 这是文明史上的新兴人类 其功过上代评价 其前途未可限量 这就叫三代文明 三代文明有三个代表 代表第一代的是中华文明 代表第二代的是伊斯兰文明 代表第三代的是西方现代文明 因为第二代文明中 玛雅 希腊 波斯 罗马拜占庭 都纷纷退场 印度 日本 俄罗斯 又不具备世界性 第一代文明先行者 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 烟消云散 同龄人克里特 哈拉巴 奥尔梅克不知所终 从古到今 延绵不绝的只有中华 六大古代文明 我们是硕国仅存 这是一个奇迹 却是事实 事实上 从夏商周到元明清 再到近现代 我们从来就只有一个民族 一种文明 只不过这民族不断在壮大 甚至混血 这文明也不断在发展 甚至整容 但既没有代沟 更没有空白 某些最重要最根本的东西 不但老早就有 而且基本不便 家国一体 下就是 祖宗崇拜 商就有 宗法制度 从西周延续到明清甚至民国 语言文字 生活习惯 人际关系 文化心理 要么始终如一 要么万变不离其宗 而且不管是谁 只要属于这个文明 哪怕飘洋过海 背井离乡 改变国籍 嫁娶洋人 也仍是Chinese 到头来还得认祖归宗 心中也永远澎湃着 中华的声音 所谓中华文明中断 请问从何说起呢 但没有中断 却有衰减 也有便宜 公元751年的达罗斯战役 以及四年后的安史之乱 也许是一个分界点 大唐帝国对外败于阿拉伯 对内亡于翻阵割据 中华文明投向外部世界的目光 从此收了回来 下的质朴 商的绚烂 州的儒雅 汉的强悍 唐的开阔 全都变成了明日黄花 时代方器由宋的纤细 元的空灵 直至明的世俗 清的官腔 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 未尽六朝的思想解放 自然也风光不在 明末清初后 鸦片战争前 中华再无思想家 对人类文明 也再无像样的贡献 人们津津乐道 自我陶醉的 是克周记 并没管 鼻烟壶 以及三寸金莲 只有红楼梦和纳兰茨 敏感地唱出了 末世的晚歌 那是一种 睡也无聊 醉也无聊 梦也何曾到泄桥的无奈 下坡路上 没人杀得住车 当然这下坡路 缓缓地走了一千多年 其间既有一蹶不振 也有路转峰回 静雅思听 智慧声音 就在中华文明起伏跌宕的盛级而衰之日 伊斯兰文明却欣欣欣向荣 从公元830年到930年 也就是中国的晚唐五代时期 在阿拉伯帝国哈里发的大力资助和倡导下 对其他民族文明成果大规模 有组织长时期的翻译推介活动 以巴格达为中心 全面展开 史称百年翻译运动 正是这一壮举 使古希腊典籍得以完整保存 为欧洲的崛起提供了止入明灯 也就是说 文艺复兴时期的伟人们能够高瞻远瞩 把知识的边界往前开拓 就因为站在了伊斯兰世界巨人的肩膀上 伊斯兰是第二代文明中的佼佼者 然而历史的不可琢磨 却也正在于此 没错 在伊斯兰文明展开双翅自由飞翔那会儿 欧洲大陆还处于中世纪的蒙昧状态 国王和贵族甚至目不时钉 可是当西方现代文明后发制人 风起云涌之时 伊斯兰世界却跟我们 跟世界大多数民族一样 茫然失措 甚至懵懂无知 也许那时谁都没有想到 通过文艺复兴接过了古希腊火种 点燃了新时代火炬的西方世界 后来竟会雄霸了全球文明的话语权 难道天底下真有风水轮流转一说吗 这是一个谜团 算一笔账可能是必须的 从二里头遗址算起中华文明三千七百年 从麦第纳建国算起伊斯兰文明一千四百年 从淡丁和博家丘算起西方现代文明六百六十年 越是后起之秀 越是迅猛异常 这可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 但并不意味着把前浪排在沙滩上 只能称之为传递接力棒 后来者居上 也就是说 中华伊斯兰西方现代文明还代表着三个时代 不妨略作回顾 众所周知 世界性文明的出现是从公元前二百多年开始的 事实 罗马称霸地中海 秦汉一统大中华 形成当时最大的两个文明圈 但到中国的南北朝时期 罗马文明陨落了 于是汉与罗马的双雄并指变成了唐文明的独占凹头 唐代的长安众望所归 四海主墓八方来朝 因此汉唐七百年 可以说是世界文明的中华时代 中唐以后 唐宋文明与伊斯兰日月齐灰 但我们西洋无限好 人家心悦正当时 真主和仙芝的声音 如同绿色的泉水 滋润了整个西亚 大半个非洲 部分南亚 然后飘洋过海远达印度尼西亚 这一空前盛况持续了数百甚至上千年之久 时间之长不逊于汉唐 整个中世纪都是伊斯兰的时代 事实上直到1792年 奥斯曼帝国戈让克里米亚 伊斯兰文明才真正走向衰落 也就是在这一年 乾隆皇帝撰写了十拳计 炫耀他的十拳武功 其实这时英国早已进行了光荣革命 美国和法国也先后发表了独立宣言和人权宣言 显然如果说在西方 勃然兴起之前 中华文明还老有所为 伊斯兰文明也方兴未爱 那么此后的岁月便没有争议的是西方现代文明的时代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三代文明前赴后继 三大文明次第辉煌 这里面难道没有文章吗 同为世界性的文明 罗马黯然神伤 中华远远流长 这里面难道没有奥秘吗 当然有 那就问个究竟 敬雅思听书生系列光盘 听书生朗朗过舒适生活 敬雅思听 让智慧也动听 文明的意志与中华的位置 三 伊斯兰 作者一中天 朗读者有意 先说伊斯兰 伊斯兰无疑是成功的 从公元622年 穆罕默德在迈地纳建国 到成为世界性宗教和世界性的文明 只用了短短一百多年 到达罗斯战役之前 阿拉伯帝国已横跨亚非欧 东至聪领与大唐接壤 南达北非 西域法兰克王国为邻 把叙利亚 伊拉克 伊朗 阿富汗 埃及 利比亚 突尼斯 阿尔及利亚 摩洛哥 西班牙 印度北部 和整个阿拉伯半岛都置于新越旗下 把地中海变成了自己的内湖 这可是先前只有亚历山大和罗马人才能做到的 不过亚历山大并没有建立起马其顿文明圈 罗马文明圈也在西罗马帝国终结后崩溃 然而公元一二五八年 阿拉伯帝国被蒙古军队灭亡 伊斯兰文明却没有因此而毁于一旦 反而星火燎原继续弥漫 直到十八世纪才停住了脚步 这又是为什么呢 有人说是因为信仰 是这样吗 可能是 的确马其顿人是没有信仰的 然而所有的穆斯林都相信安拉是唯一的真神 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 此外还信天使 信经典 信后世 信前定 正是这些坚定不移的信仰 把他们凝聚起来 共同创造和维系着自己的文明 但这样说有问题 罗马人也有信仰 怎么没能保住罗马文明呢 犹太人有最早的神教 印度更是宗教大国 犹太和印度文明为什么没有世界性呢 不妨一一看来 印度的问题最容易回答 他们从来就没有过统一而持久的宗教和信仰 孔雀王朝信佛 极多王朝信婆罗门 突厥人的德里苏丹王朝 蒙古人的莫沃尔王朝 则都信伊斯兰教 现代印度更是婆罗门 伊斯兰 佛教 奇纳教和西克教多元并存 就像一杯鸡尾酒 如此多元多变多种族 保住自己遗属不易 哪里还能走向世界呢 于是就连是否存在统一而连续的印度文明 都至今没有定论 罗马的问题也不难回答 文明诞生于宗教之前 当基督教取得合法地位时 罗马人已经有了八百年的国家史和文明史 离西罗马帝国灭亡也只有一百多年 二者岂能共存亡呢 相反伊斯兰却是先立教后建国 有宗教才有文明 所以罗马文明终于陨落 伊斯兰文明却长生不衰 更重要的是 与文明一起诞生的伊斯兰既是关于天元的 来世的 末日的宗教 也是关于人间的 现世的 当下的伦理 这正是他们独到和过人之处 是的 犹太先知获得了神的启示 释迦牟尼悟到了正等正决 柏拉图知道了绝对理念 基督耶稣救赎了人类原罪 孔夫子则安排了我们的日常生活 但这些伟大的智者 要么在此岸 要么在彼岸 自由往返于天上人间的 唯有莫罕莫德 静雅思听 智慧声音 事实上 那穆罕莫德创造穆斯林们共同建立的 不仅是宗教意识和信仰体系 更是社会制度 生活方式 文化形态 历史传统 甚至时代特性 古兰经和圣讯 不但昭示着过去和未来 而且直接指导着人们的衣食住行 言行举止 生活方式 这样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是只有中国的儒家思想 才做到了的 但儒学不是宗教 也不跟华夏文明同时产生 文明与宗教同格起源 同步诞生 同位发展 宗教信仰与文化精神 终极关怀 与世俗社会融为一体 是世界上的唯一 但犹太文明不也与此相似吗 没错 犹太教的建立 虽非建国之初 却在复国之时 即巴比伦之求以后 因此犹太人的文明也可以说跟宗教是相同步的 他们的宗教信仰和世俗生活也融为一体 可惜犹太教有一个问题 就是讲特选 所谓特选 即认为只有自己才是上帝的选民 是上帝特别挑选出来的优等生 这个观念是在特殊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不能不讲 而且正因为讲特选 失去祖国 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 才能维系自己的文化 凝聚成同一个民族 但这样一来 犹太文明要想具有世界性就十分困难了 可谓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 伊斯兰则不同 既讲特辞 也讲普辞 所谓特辞 就是安拉对穆斯林特别慈爱 所谓普辞 则是安拉对所有人都很慈爱 这就既有亲疏远近 又能一视同仁 结果便走向了世界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种精神 其实伊斯兰文明的世界性品格 正在伊斯兰精神 这种精神的核心 就是真主固有的至仁至词 阿拉伯语叫做拉赫曼和拉西姆 所以个人信真主 内心就安宁 人类信真主 世界就和平 顺从真主 安放心灵 谋求和平 这就是伊斯兰的本意 顺从真主 且实施善行者 就叫穆斯林 是的 本意 因此真正的穆斯林 必须热爱和平 尊重生命 关心他人 比方说反对自杀 因为生命是安拉赋予的 必须封斋 因为还有其他人在挨饿 可以正当防卫 不能虐待敌人 穷追猛打 因为真主 不喜爱过分者 也不喜欢杀戮 事实上 所谓吉哈德 是不能翻译为圣战的 他的原意是奋斗 权意是为主道而奋斗 并不特指战争 为抵抗侵略而战 只是小吉哈德 奉主命通过自己的努力 成为安拉喜悦的人 才是大吉哈德 同样 至人至辞 就公平公正 也自由平等 大度宽容 比如到清真寺座礼拜 谁去得早 谁就在前面 因为在真主面前 只有先来后到 没有贵贱尊卑 又比如 有条件婚娶的 必须结婚 但必须双方自愿 即便是奴隶 也不能强迫 至于以宽容务实的态度 对待其他文明成果 不惜重金翻译推介 更不足为奇 显然 伊斯兰精神来源于信仰 又超越了信仰 正是靠着这种精神 伊斯兰文明 润物细无声般的 从阿拉伯半岛 弥散到世界各地 就连征服了 阿拉伯帝国的蒙古人 也被伊斯兰化 事实上 伊斯兰文明虽然在早期 在西亚北非 和欧洲地区靠武力传播 但在后期 在东南亚和中国内地 就主要是靠商贸 比如阿拉伯人 从未征服过印度尼西亚 印尼却是世界上 最大的伊斯兰国家 伊斯兰成为世界性文明 不是没有原因的 于是当希腊罗马先后退场 中华帝国 收缩内敛 印度佛教远走他乡 欧洲大陆不见天日时 使穆斯林在整个中世纪 高举文明的火炬 承担起连接东西方的责任 为今天的世界格局 奠定了基础 之后便轮到西方人登场了 进亚斯兵网站 分享到新浪微博功能 闪亮升级 让每一次分享 看得到也能听得到 想见成惊喜 快去试试吧 敬亚斯兵 让智慧也动听 文明的意志与中华的位置 四 西方 作者一中天 朗读者有意 西方是在阿拉伯人搭建的平台上起跳的 然而轻轻一跳就直上重消久 联省共和 君主立宪 联邦宪法 人权宣言 一系列的历史事件 看得人眼花缭乱 蒸汽机 发电机 照相机 计算机 一系列的创造发明 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 时至今日 你还能想象 没有西方科技发明和文明成果的生活吗 几乎人人都在穿牛仔裤 看好莱坞 吃快餐 用电脑 打手机 西方现代文明 无庸置疑 也最具世界性 问题 旨在为什么 比方说 也是因为信仰吗 否 毫无疑问 西方文明 也有宗教的底色和背景 而且也是一神教 但西方文明却不能叫基督教文明 正如拉美不能叫天主教文明 斯拉夫不能叫东正教文明 因为在西方世界 宗教和信仰都不是最重要的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 便明文规定 联邦议会不得立法确立国教 哪怕是信众最多的基督教也不行 那么西方人更在乎什么呢 自由 事实上 西方国家的政府也好 民众也好 媒体也好 最为着力保护的并不是宗教信仰 而是信仰自由 这个自由包括信仰任何宗教的自由 更包括不要信仰 什么都不信 什么教都不入的自由 也就是说 自由比信仰更重要 若为自由固 信仰也可抛 为什么呢 因为自由是核心价值 核心价值才是西方文明的关键所在 的确 如果说穆斯林弘扬的是伊斯兰精神 那么西方人看中的就是普世价值 具体的说 就是独立 自由 平等 此外的人权 法治 民主 共和宪政 则不是 人权和法治是观念 共和与宪政是制度 民主则既是观念也是制度 他们都不是价值 而是价值的体现 以及实现这些价值 之最不坏和最可行的途径 这事过去一直是糊涂着 现在不能不算清楚 独立 这三大核心价值是文艺复兴以后被重新发现的 尽管他们在古希腊文明中已初见端倪 但真正成为西方国家的全民共识和朝野共识 仍然费了不小的功夫 然而一旦确立 西方现代文明便腾空越起 是这样吗 是 一般都认为西方经济发达科技进步 是因为制度先进优越完善 比方说 著作权法和新闻出版法保护了知识产权和言论自由 科技当然进步 合同法和反垄断法保证了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 经济当然发达 问题是 这些制度为什么能够建立 而且能够实行呢 是因为制度背后有观念的支持 比如这是我的小破误 风能进 雨能进 国王不能进 比如 我坚决反对你的意见 但我宁愿牺牲生命 也要捍卫你说出这意见的权利 这些观念被广为传播 早已深入人心 无论政府官员还是江湖大佬 都不敢顶风作案 报天下之大不为 静雅思听 身边的梁师一友 耳旁的智慧声音 制度的背后是观念 观念的背后是什么呢 价值 比方说因为尊重独立 所以要保护隐私 因为崇尚自由 所以要保护言论 因为坚持平等 所以要保护民权 这才有了人权观念 法治意识 创新机制 保障体系 有了自由贸易 公平竞争 权力制衡 舆论监督 有了一系列的观念和制度 而且能够落实和执行 价值观念制度是一种有理到外层层递进的逻辑关系 西方现代国家能够勃然兴起后来居上 创造出当今世界最强大最强势最强悍的文明 就因为他们把这个逻辑关系弄清了 理顺了 夯实了 建构起浑然一体的东西 西方现代文明的秘密 昭然若揭 但是如果把西方文明看作普世文明 把独立自由平等说成普世价值 则大错特错 不可否认 明确说出独立自由平等的概念 应该归功于西方人 为他们找到目前为止最不坏和最可行的实现途径 也是西方对人类文明的卓越贡献 说这些制度和方式 我们或其他民族先前也有 都不过自作多情 同样不可否认 普世倾向也好 普世主义也罢 其实大多出于善意 甚至是一种情怀 有此情怀并不奇怪 从心理学的角度讲 好东西就该与人分享 几乎是人类的共同心理 好作品和好商品会有口碑 原因就在这里 从文明史的角度看 但凡先进文化的代表 都或多或少产生普世情怀 华夏文明续日东升时 对待周边民族就是这种态度 当时的说法叫化成天下 翻译现代汉语为 岂不就是普世吗 然而在先进的文明 也不能有居高临下 唯我正确的优越感 哪怕这优越感被看作 或说成是使命感 也就是说 你有好东西可以展示 不能炫耀 你有好办法可以介绍 不能强加 你有好主意可以建议 不能指挥 所有的决定 都得别人自己来做 因此才符合独立之思想 自由之精神 对 己所甚欲 也勿施于人 实际上 无论哪种文明 都只是人类文明之一种 没谁是普世的 如果西方的价值 可以叫做普世价值 那么伊斯兰精神 岂非也可以叫普世精神呢 何况中华 斯拉夫 日本 印度 拉美 非洲等等 也都有自己的价值和精神 如果大家都是普世文明 都有普世精神和普世价值 请问 还有普世吗 如果别人的都不是 只有你是 请问凭什么呢 所以普世文明是不通的 普世价值是不对的 普世概念最好不用 那叫什么呢 共同价值 世界上有共同价值吗 有 因为人性相通 比如儒家讲仁爱 墨家讲奸爱 佛教讲慈爱 基督教讲博爱 伊斯兰教讲拉赫曼和拉西姆 都主张爱 可见爱包括爱别人和被人爱 给予爱和接受爱是共同人性 有共同人性就会有共同的理想 共同的追求 对于是非善恶也会有相同的判断 判断的背后则是共同的价值和价值观 是的 我们勤劳 我们勇敢 独立自由是我们的理想 事实上 在七千年的文明史中 世界各民族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实现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由此构成了人类文明的绚烂多姿 可谓 共同追求 各自实现 因此文明应该求同 文化可以存异 未来世界出现的将是这样一种 求同存异的第四代文明 它将不再由民族地区或宗教来命名 而应该叫做人类文明 也因此我们的原则应该是 人类文明共同价值 实事求是 推进共识 换言之 重要的不是普世 而是共识 用耳聆听 用心关注 静雅思听官方微博 陪伴你 温暖你 静雅思听 让智慧也动听 文明的意志 与中华的位置 五 中华 作者一中天 朗读者有意 达成人类共识 不能没有中华的声音 中华的声音很遥远 也很亲近 很清晰 也很模糊 是啊 当他穿越 三千七百年的时空 在耳边回荡时 我们知道他的主旋律 和关键词吗 我们能用简简单单一句话 说清楚什么是中华根 中华梦 中华魂吗 有点难 为什么难呢 只缘身在此山中吗 过去是 现在不是 现在我们有了全球视野 可以用世界各民族的文明 做参照系 应该看得清楚呀 可惜越是比较 就越不明白 因为中华文明 实在与众不同 比方说 没有宗教 也没有信仰 宗教和信仰重要吗 非常重要 请大家想想 人类为什么要发明宗教 要有信仰呢 有两个原因 从根本上说 信仰是人的生命本能 是为了寻找灵魂的源头和归宿 从现实需求讲 任何人都需要安全 自由 身份认同 宗教和信仰 恰恰就能实现这些需求 甚至比国家做得还好 神的保佑和庇护给人安全感 心灵与上帝或安拉同在 给人自由感 基督徒或福教徒的名义和名分 实现身份认同 难怪全世界的穆斯林 都要誓死捍卫 唯一的真神和最后的先知 非如此 他们不能安身立命 非如此 他们不知此身何属 何况宗教和信仰是没有国界的 因此要想成为世界性文明 最便当的方式 莫过于借助宗教和信仰 西方文明如此 伊斯兰文明也就更是如此 因此他们甚至还需要logo 比如十字架和新月形 然而所有这些我们都没有 至少汉民族没有 当真如此吗 当真 什么是宗教 宗教就是以信仰为中心的 一整套价值体系 观念体系和行为准则 什么是信仰 信仰则是对超自然 超世俗之存在坚定不移的相信 比如上帝或真主 这样的存在不属于自然界 不能靠科学实验来证明 也不属于人类社会 不能靠日常经验来证明 没办法 只能信仰 所以德尔图良大主教说 正因为荒谬 我才信仰 这样的存在和命题 我们从来不曾有过 我们之所相信 或者是自然的 如荀子的天 或者是世俗的 如莫子的义 或者既是自然的 又是世俗的 如孔子的命 就连老子的道 周易的义也一样 所以周易和老子 可以用来搞政治 办企业 买房子炒股票 上帝或安拉 也管这些吗 不管 没错 我们后来也引进了佛教 发明了道教 却从来都不曾真正成为 全民的信仰 中国人也信佛 信鬼 信风水 却其实信而不养 从玉皇大帝到土地公共 都可以是调侃的对象 西游记更是拿诸神诸佛 大开玩笑 这些神佛也厚颜无耻的 纵徒行凶 还振振有词 这种态度 跟当年的古希腊人 颇为相似 同样 中国人也拜神 拜仙 拜菩萨 却其实养而不信 佛寺道观 多在深山老林 求千问卦 只为起伏消灾 三跪九寇 不过例行公事 所谓信则灵 其实是不灵就不信 信不信 只看灵不灵 所以汉民族的信 从来就没有定准 祖宗 菩萨 狐仙 观老爷 太上老君 甚至老一辈 无产阶级革命家 都可以被一视同仁的 请进神堪 行礼如仪 只不过各司其职 考大学拜文昌 生孩子求观音 买房子看风水 只要能给自己 带来实际上的好处 我们就不忌讳 改换门庭的 这也好意思叫信仰吗 也只能叫崇拜 对 有鬼神无宗教 有宗教无信仰 其他民族 有宗教和信仰 来发声和维系的 我们靠别的东西来实现 同样 我们也没有logo 龙和太极图都不是 奇怪 这也没有 那也没有 什么都没有 中华靠什么成为 世界性的文明呢 方式 静雅思体 智慧声音 文明是需要方式的 价值和精神 只有体现为方式 才是鲜活的 现实的 有生命的东西 事实上 自此告别了 殷商的 污鬼文化 从西周开始 我们民族就一直 靠着自己独特的方式 创建和维系文明 正是这些 与其他民族 大相异趣的方式 与其独特的魅力 和成功经验 吸引了世界各国的使者 僧侣 商人 和留学生 他们来到长安 开封 北京 留下胡家帆武 带走瓷器茶叶 也带走对中华文明的 仰慕和理解 哪怕 那理解不过是 生吞活泼 胡伦吞噪 甚至就连用筷子吃饭 也被学了过去 更不用说语言文字 书画建筑 典章制度了 那么中华文明的方式 是什么呢 方式是涵盖了 诸多方面的 比如 男庚女支的经济生活方式 四世同堂的家庭结构方式 君臣父子的社会组织方式 称兄道弟的身份认同方式 家国一体的政治管理方式 后面这一条 也许至关重要 的确 如果说 伊斯兰文明的关键是政教合一 那么中华文明的要害 就是家国一体 君臣如父子 四海皆兄弟 民族大家庭 父母官 子弟兵 兄弟单位 整个文明圈内的一切关系 包括人与人 也包括人与自然 都是靠血缘和泛血缘来维系 这就叫做以人为本 但不是个体的独立的人 而是群体的血缘的人 以人为本就不会以神为本 也就不会有宗教 有信仰 而且不需要有宗教 有信仰 实际上中华文明的特点 就是以祖宗代上帝 以圣人代神奇 以道德代法治 以钢肠代信仰 由此体现出来的 则是人本精神 现实精神和艺术精神 这是中华文明的三大精神 显然方式的背后是有精神的 精神的背后也一定有价值 事实上任何一种文明 如果能够风雨沧桑而绵延不绝 骨子里一定有核心价值 西非民族主义先驱者莱登 便认为非洲文明的核心价值 就是人与神 人与人 人与自然的和谐 号称三个和谐一致 这样的东西我们也有 只不过不使用价值这个概念 更不称之为普世价值 现在似乎可以窥见文明的秘密了 文明的秘密在意志也在结构 文明是有结构的 任何一种文明都有三部分总成 方式精神和价值 价值外化就表现为精神 精神落实就表现为方式 方式起表精神居中 价值是内核 是为文明三要素 三大文明的次第辉煌 不过是文明结构的层层展示和打开 也许这就是历史 于千千万万的声音中 遇见你想遇见的人 于千千万万的疑惑中 寻找你所需要的结 静雅思听 悦尔系列光盘 在这里 读懂自己 静雅思听 让智慧也动听 文明的意志 与中华的位置 六 关键时刻 作者一中天 朗读者有意 历史是一盘难以猜透的棋 常常看得人暗自心惊 不明白那神秘的棋手 在怎样的敲打键盘 比如说 同为第一代文明 为什么资格最老的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 年代接近的哈拉巴 克里特 奥尔梅克都湮灭了 唯独我们硕果仅存呢 同为世界性文明 为什么罗马会灭亡 汉唐却能延续发展呢 为什么文明三要素之谜 要由中华 伊斯兰和西方现代来揭晓呢 为什么前一种秘密大白于天下后 就会有另一种文明来接手呢 为什么解开密码的次序 恰恰是方式精神价值 为什么历史的顺序 刚好跟逻辑的顺序相反呢 这些都是需要破译的达芬奇密码 但有一点却是清楚的 那就是只有中华 伊斯兰和西方现代 才代表了三代文明 三种类型 三个时代 和文明的三要素 同时最具世界性 因此这三大文明 有可能就是文明意志的集中体现 当之无愧的可以成为第一世界 也因此我们民族 必将被赋予新的使命 在此为人类做出卓越贡献 至于赋予者是谁并不重要 如果你愿意 也可以管它叫历史 这不是想当然 前面说过文明是液态的 液态的文明 犹态像油 西方像酒 伊斯兰像奶 中华像水 水是开放的 兼容的 平和的 原本纯净而素朴 纯净故天下皆能与之相合 素朴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美 的确上善若水 什么信仰都没有 反倒有可能容得下所有的宗教 所有的信仰 你要信上帝吗 可以 你要信真主吗 可以 你要信佛祖吗 可以 你要我跟着你们信这个信那个吗 也可以 反正祭神的时候 我们不过全当他存在 这神叫什么名字 是哪个教的根本无所谓 于是前有三教河流 后有五族共和 中华文明的大发展 中华民族的大团圆就这样实现 南宋到明初五六百年间的中国福建泉州 甚至为世界各民族的宗教 创造了一个和平共处的环境 相互交流的平台 当时的泉州方圆三里之内 佛寺 道观 神庙 教堂 清真寺 礼拜寺 还有祭祀孔子的文庙 祭祀关羽的关帝庙 祭祀妈祖的天后宫 六大宗教九种庙宇比临而立 挤进摩肩擦背 摩尼教的草庵虽然不在这三里之内 却与华岩寺共处同一山头 只不过你在那边 我在这边 山头可以共享寺庙也能 比如开元寺是佛教的 里面却有道教和印度教的神像 势力在佛教两边的则是黑人 真武庙是道观 却同时供奉佛像 还专为穆斯林辟出了一块做礼拜的地方 不同宗教的信徒 甚至可以在同一个地方举行各自的仪式 你拜你的 我拜我的 没有冲突 只有祥和 这是怎样的一种文明奇观 能创造这种奇观的地方 岂非有着内在的神奇力量吗 有这么神奇力量的民族 岂非应该为所有文明的对话 搭建一个开放平台吗 尽管这个平台 也只是将来建立起全人类共同文明的一个过渡和跳板 那才真叫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静雅思听 智慧声音 事实上当今世界需要的正是这样一个开放平台 这个平台 也只能有没有宗教和信仰的文明来搭建 没错 信仰是个好东西 一个人真有信仰 就不但会有底线 还会有境界 一个民族真有信仰 则不但会有凝聚力 还会有持续性 这可以由历史来证明 历史上的文明 有的无宗教如希腊 有的多神教如印度 有的异神教如伊斯兰 结果怎么样呢 无宗教的昙花一现 多神教的偏安易于 异神教的走向世界 显然 只有异神教的信仰 才是真信仰 异神教的文明 才有世界性 因为多中心即无中心 多信仰即无信仰 真理只有一个 信仰也一样 因此 异神教和有信仰的族群 往往更有文化自觉性 和文明使命感 西方人甚至认为 创造文明 是人对同类的地理之职 这当然同样是好事 问题在于 世界上的异神教 并非只有一家 唯一的神 也就并不唯一 这下麻烦了 你也有使命 我也有使命 你也有信仰 我也有信仰 而你我的使命和信仰 又是格格不入的 这又如何是好呢 退让吗 那我的就不叫使命 不叫信仰 不让 可不得打起来 所谓文明的冲突 便由此而生 尽管冲突的背后 有利益的趋势 这时中华文明 便应该有所作为了 中华在人类文明的位置 不来自信仰 而来自历史 是的 其他直接从原始社会诞生的 第一代文明都湮灭了 现存的文明中 世界性的西方和伊斯兰 地区性和民族性的 斯拉夫 非洲 拉美 印度 日本 都有宗教和信仰的背景 从史前时代直接诞生 没有宗教和信仰 却又有世界性 而且能够长期延续的 只有中华文明 这是全世界的唯一 如此独一无二 不能不让人怀疑 是历史出于文明的意志 而埋下的伏笔 也不能不让人重新思考 文明是什么 宗教和信仰的意义 又是什么 是啊 人类为什么要有宗教呢 是因为要有信仰吗 为什么要有信仰呢 是因为要有核心价值 有价值和价值观 才会有精神和方式 由此创立的文明 也才可持续发展 可见信仰也只是手段和载体 核心价值才是关键 它是如此的至关重要和不可或缺 以至于必须借用上帝或安拉的名义 以神域的方式说出来 这就是信仰的秘密 现在事情十分清楚 我们民族能不能实现伟大复兴 进而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关键就在核心价值观 没有核心价值 或者价值观不恒定 经济再发达 也只能是身强力壮 东张西望 钱包鼓鼓 六神无主 然而这里面恰恰有麻烦 麻烦并不奇怪 因为没有宗教信仰的民族 确实较难保证价值观的恒定 回顾历史就知道 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先前也曾有过全民共识 比如三纲五常和阶级斗争 前者适应于小农经济 后者适应于计划经济 所以辛亥革命以后 儒家伦理可以充当为职会 改革开放以前 斗争哲学可以充当纠察队 可惜时至今日 他们都必须下岗 这不仅因为我们遭遇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更因为三纲五常和阶级斗争 都不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显然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唯一的办法是重建 重建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 中华民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 在这个关键时刻 我们有必要重新发现自己 打铁还得自身硬 看得清自己才看得清世界 是啊 为什么在史前时代 我们跟世界各民族走着相同的道路 一到文明时代就分道扬镳呢 走上独特道路的中华 为什么会在其他古代和古典文明 陨落之后或之时反倒如日中天登峰造极呢 然后又盛极而衰却衰而不竭呢 是什么在导引着我们的步伐 又是什么在顽强的支持和维系着 这古老的文明呢 如果我们的道路命中注定 有如黄河九七十八弯 那么大海在哪里又是什么样呢 所有这些都可以归结为一句话 3700年以来 我们的命运和选择 是的 命运和选择 鸦片战争前多半是命运 鸦片战争后我们开始选择 而且是在世界历史和国际社会的背景下选择 因此重新审视3700年 首先要有全球事业和现代史观 其次要有科学态度和价值体系 如此我们才能看清世界文明中的中华文明 找到中华文明中的共同价值 明白未来世界中的责任担当 也才能理解文明的意志 明确中华的位置 这就是一中天中华史的任务 本文关于伊斯兰文明部分 承蒙米兽江 哈全安两位先生指导和沈月 文明求同文化存异 吸引用马贝都先生观点 仅此致谢 静雅思听倡导这样的阅读理念 读书不要贪多 而要求精 所以我们坚持只把最好的书呈现给用户 让大家能够把有限的阅读时光 交付给最值得的对象 永远与 智慧相伴 静雅思听 让智慧也动听 文明的意志 与中华的位置 七 附录 达读者 上 作者一中天 老读者有意 关于三个世界 问 全球文明分为三个世界 这种说法以前有过吗 答 从未有过 但三个世界的说法是有的 其实 在世界大同的理想实现以前 划分天下总是不可避免 西方中心论的时代 世界被分为西方世界和非西方世界 冷战时期又分为两个阵营 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 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 这是按照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来分的 1974年2月22日下午 毛泽东主席在会见赞比亚共和国总统卡翁达时 正式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 毛泽东说 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 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 咱们是第三世界 第三世界人口很多 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 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 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 这是按照经济水平和综合国力来分的 三分法原本就比两分法好 按照经济水平和综合国力来分 更是比按照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来分好多了 不过按照经济水平和综合国力来分 我们是第三世界 按照文明的软实力来分 我们是第一世界 问 你这样说有依据吗 答 有 首先我有标准 这就是 一人口 二面积 三影响力 四知名度 五在国际社会和人类历史中的责任 义务担当 六在未来世界可能发生的影响和作用 而且我也有数据 西方现代文明圈包括北大西洋公约组织28个成员国 以及瑞士 芬兰 澳大利亚 新西兰等 总共人口10亿 伊斯兰文明圈包括伊斯兰会议组织57个成员国 总人口14亿 中华文明总人口14亿 斯拉夫文明圈包括俄罗斯 白俄罗斯 波兰 乌克兰 罗马尼亚 保加利亚 塞尔维亚 克罗地亚等国 总人口3亿4千万 印度人口10亿 非洲黑人总人口6亿 拉美总人口6亿 日本人口1亿2000万 显然按人口排名 前四名是伊斯兰 中华 西方 印度 再加上面积 影响力 知名度等指标 得出的就是我那个结论 第一世界是西方 伊斯兰 大中华 第二世界综合排名为斯拉夫 印度 非洲 日本 拉美 犹太 问 这个结论会被公认吗 答 不会 文明的划分一直是一个争议不断 众说纷纭的话题 就连世界上和历史上有多少种文明都没有共识 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提到了26个 其中直接从原始社会产生的叫第一代文明 包括埃及 苏美尔 米诺斯 古代中国 安帝斯 玛雅 由此派生出来的叫亲属文明或子体文明 包括赫梯 巴比伦 古代印度 希腊 伊朗 西利亚 阿拉伯 中国 印度 朝鲜 西方 拜占庭 另外还有五个中途夭折停滞的 即波利尼西亚 艾斯基摩 尤牧 斯巴达和奥斯曼 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则认为当今世界最主要的文明是西方 中华 日本 印度 伊斯兰 东正教 拉美和可能的非洲 号称七大或八大文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文明比较研究中心提出了十二文明体系 中华 西欧 美国 斯拉夫 伊斯兰 犹太 拉美 西亚北非 非洲黑人 日本 印度 加拿大 至于佛教文明有争议 有学者认为只存在佛教文化 没有佛教文明 问 你用不同的色彩来表示不同的文明和文明圈有说法吗 答 黑色代表非洲似乎无需说明 浅蓝代表犹太也不成问题 因为那是以色列国旗的颜色 蒙古和泰国 缅甸 老挝 柬埔寨等都是佛教国家 因此用褶黄代表 斯拉夫文明的特征是斯拉夫加东正教 拉美是玛雅 阿兹特克 印加等本土文明加天主教 日本国旗红白两色 中和以后就是粉红 这也是樱花的颜色 只不过近现代以后泛蓝 这三种文明都有红有蓝 因此也都是紫色 不同的是斯拉夫偏红是红紫 拉美偏蓝是蓝紫 日本偏粉是粉紫 至于印度文明则只可能是咖啡色的 因为跟西方的蓝 伊斯兰的绿 中华的黄 非洲的黑 日本拉美斯拉夫的紫都不搭介 但也不灰 关于三个时代 问 你在文章中有一个历史年表 也谈到了文明的分期 能展开说吗 答 可以 西方学术界普遍将人类文明 分为三个阶段 古代文明 古典文明和现代文明 以国家的建立为标志 六大古代文明的发生时间 大约是苏美尔和埃及 公元前三千五百年 哈拉巴 公元前两千五百年 克里特 公元前两千年 奥尔梅克 公元前一千八百年 中华 公元前一千七百年 古典文明的发生时间是 印度 公元前一千年 玛雅 公元前一千年 希腊 公元前七百年 波斯 公元前五百五十年 罗马 公元前五百年 拜占庭 公元三百二十四年 日本 公元四十几 阿拉伯 公元六百二十二年 俄罗斯 公元八百八十年前后 因此本书称美索 布达米亚和埃及为先行者 哈拉巴 克里特和奥尔梅克为同龄人 印度 玛雅 希腊 罗马为后来人 拜占庭 日本 阿拉伯和俄罗斯 为年轻人 问 为什么要以国家的建立 为文明的标志呢 答 文明的标志是国家 国家的标志是城市 这是国际学术界的共识 部分学者不承认下文明 就因为二里头 已指是不是城市 有争议 至于为什么要以国家和城市的建立为标准 来区分史前时代和文明时代 我在中华史第二卷国家一书中 有详尽的论述 请参看 在这一卷我是把道理讲透了的 问 中华文明3700年依据何在 通常不都是说上下5000年吗 答 上下5000年是文化 3700年是文明 据最新探十四测定 二里头文化17年代上限不早于公元前1750年 所以是3700年 5000年文明史的说法不科学 不严谨 要改 问 中华文明3700年 伊斯兰文明1400年 西方现代文明660年 都延续至今 为什么说是三个时代呢 答 3700年 3700年和1400年是存在的时间 不是辉煌的时间 更不是最具有世界性影响力的时间 所谓谁的时代 是指在当时谁的影响力最大 世界性最强 要讲辉煌 周文明800年 汉文明400年 唐文明300年 宋文明也300年 加起来1800年 但影响世界就是汉唐 而且中唐以后 伊斯兰文明就崛起了 中华文明则开始走下坡路 问 中华文明以后就是伊斯兰的时代吗 答 可以这么说 不过三大文明的辉煌 是有重叠期的 伊斯兰文明 新月升起的时候 中华文明并没有日薄西山 欧洲文艺复兴开始之日 伊斯兰也还中天月明 但中唐以后 中华向内收 伊斯兰向外走 欧洲大陆还处于蛮荒和蒙昧 当然是伊斯兰的时代 问 再之后则是西方现代文明的时代吗 答 是 看看以下名单吧 莫里埃 洛克 斯宾诺沙 牛顿 巴赫 福尔泰 卢梭 狄德罗 康德 海顿 哥德 莫扎特 席勒 黑格尔 贝多芬 欧文 拜伦 雪莱 海涅 舒伯特 巴尔扎克 雨果 菲尔巴哈 安图生 狄更斯 瓦格纳 马克思 恩格斯 这些伟大的人物都是在中国的明末清初之后鸦片战争以前出现的鸦片战争前中国最后的思想家是黄宗熙顾炎武王福之所谓康前盛事其实乏善可陈那时的伊斯兰世界也没什么贡献吧 问中华和伊斯兰文明会消亡吗 答 不会 中华和伊斯兰都是衰而不亡 但中国和伊斯兰国家都应该睁开眼睛看世界 甚至直面惨淡的人生才能自强不息奋起直追 事实上鸦片战争 辛亥革命 五四运动以后 中国的思想界又活跃起来 因为一方面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有太多的问题需要解决 另一方面 大清王朝和北洋政府都根本无力钳制思想控制舆论 我们是有智慧的民族 只要思想解放言论自由就能再造辉煌 所以我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信心满满 关于伊斯兰文明 问 你对百年翻译运动的评价客观吗 答 这其实是公论 美国已故前总统尼克松 在抓住时机中就说过这样的话 当欧洲还处于中世纪的蒙昧状态的时候 伊斯兰文明正经历着它的黄金时代 几乎所有领域里的关键性进展 都是穆斯林在这个时期里取得的 当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伟人们 把知识的边界往前开拓的时候 他们的眼光能看得更远 是因为他们站在伊斯兰世界巨人们的肩膀上 我几乎是照抄尼克松 限于体力 我不能在文中加注 这里做个说明 以免抄袭调窃之嫌 问 伊斯兰文明能够走向世界 就因为既讲特词又讲普辞吗 答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皈依的手续极为简便 任何人只要诚心诚意地念诵一遍清真言和作证言 即可成为穆斯林 清真言的内容是 万物非主 唯有真主 穆罕默德是主使者 作证言的内容是 我作证 万物非主 唯有真主 真主独一 无可怀疑 我又作证 穆罕默德是真主的奴仆 和使者 你想归依伊斯兰教 诚心诚意念诵一遍就行了 但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伊斯兰精神的体现 因为按照伊斯兰教义人是安拉创造的 安拉与人的关系就像母亲和子女 母亲爱孩子孩子爱母亲 还需要写申请打报告办手续吗 问 那又何必念诵清真言和作证言呢 答 爱是需要说出来的 信仰也一样 就算恋爱 也得说句我爱你吧 问 真主不喜爱过分者 也不喜欢杀戮 是这样吗 答 是 古兰经卷二支190说得很清楚 你们当为主导而抵抗进攻你们的人 你们不要过分 因为真主必定不喜爱过分者 这也有史实为证 公元1187年统治了整个埃及 近伊拉克北部 叙利亚大部和野门的阿尤布王朝建立着 撒拉丁 进攻十字军中最强的耶路撒冷王国 9月2日 耶路撒冷投降 撒拉丁入城 与88年前十字军的大开杀戒 形成鲜明对比 撒拉丁没杀一个人 没烧一栋房子 只是将被改为圣殿骑士团总部的阿克萨清真寺 被改为大教堂的磐石清真寺 恢复为清真寺 有人建议拆毁耶路撒冷的圣母大教堂 撒拉丁没有同意 相反 他将耶路撒冷的圣地向所有宗教开放 问 你说的伊斯兰精神可靠吗 答 例证很多 古兰经说 凡为饥荒所迫 而无意犯罪的 虽吃禁物 毫无罪过 因为真主 却是致赦的 却是致辞的 又比如 送给女方的彩礼 即便离异也不得收回 应该留作女方的生活费和养老金 再比如 由于战争年代 南丁西缺 伊斯兰国家有一夫多妻的制度或习俗 但做丈夫的必须公平对待每位妻子 包括同房的次数 也必须完全一样 除非某位妻子自愿让渡权利 这就比中国古代的 一夫一妻多妻制 好得多 静雅思听 悦尔系列光盘之 人生上半场 如果将生命的长度定为七十年上下 三十岁前 无疑属于人生的上半场 上半场的人生态度 决定了下半场的人生走向 青春到底有多少种可能 我们应该怎样活 听人生上半场 给你答案 静雅思听 让智慧也不听 文明的意志 与中华的位置 七 附录 达读者 下 作者一中天 朗读者有意 关于普世价值 问 你说人权 法治 民主 共和 宪政 都不是价值 但西方也有人这么说 请问如何解释 答 那是他们自己糊涂 你以为西方学术界都很明白呀 问 普世概念是西方文明的独特产物吗 答 是 它来自十九世纪所谓白人的责任 但要说是替帝国主义 殖民主义和侵略扩张做辩护 则未免 卑躬蛇影 虚张声势 我在文章中说得很清楚 所谓普世情怀 其实 人同此心 区别仅仅在于 一 是多是少 二 自觉或不自觉 三 是否明确使用普世概念 我们民族的特点 是有普世情怀 无普世主义 情怀是好的 主义是不好的 普世情怀一旦变成普世主义 就难免强加于人 问 情怀变成主义是什么原因呢 答 与宗教有关 严格说来 但凡宗教 得或多或少会有普世倾向 比如佛教就主张普度众生 一神教的这种倾向就更强烈 因为造物主既然只有一个 那么所有的人 所有的物 便都是这神创造的 而且不管这唯一的真神或真主 是叫亚赫维 耶和华 还是安拉 作为造物主 对自己的创造物都充满关爱 为了让自己创造的人活得更好 造物主必定要启蒙 造物主的启蒙 就叫天启 由此创立的宗教 就叫天启宗教 直接得到天启的是先知 被派来拯救世界的是耶稣 耶稣是希伯来语 以为耶和华的拯救 但无论先知还是耶稣 甚至包括他们的门徒 都负有神圣的使命 把唯一真神或真主的爱 洒向人间 洒向每一个人 普世主义应约而生 问 照你这么说 普世主义并非西方之专属 答 当然 只不过其他宗教不一定这么说 何况同为一神教 也还是有区别 犹太教讲特选 就讲不了普世 伊斯兰教既讲普辞又讲特辞 普世性就没有那么强 基督教认为上帝面前人人有罪 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这就连普辞和特辞的等差都没有了 更不用说特选和淘汰 所以基督徒人数最多 新教十亿 天主教十亿 东正教一亿 共二十一亿 这不是没有原因的 基督教自认为具有普世性 也并非没有道理 问 这就是西方人主张普世主义的原因吗 答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他们成功了 成功者是有话语权的 也会有使命感 这很可怕 不是说使命感一定不好 要看是什么使命 如果说要把别人都改造成自己这样 就不亚于恐怖主义 一种伟大的文明要做的事情 应该是为多元文化的和平共处 平等对话 搭建开放平台 问 这不就是使命吗 答 使命 谁知使 谁知命 我不喜欢这个词 我也不喜欢信仰 可以信 为什么要养 我也不喜欢启蒙 谁被蒙 谁来起 谁都不比谁傻 谁也不比谁聪明 要讲启蒙 只有天起 这就变成信仰了 结果使命的前面 还要贯之以神圣二字 那么请问 就你直通上帝 就你牛逼吗 所以我不要使命 我说位置 我也不喜欢普世价值 我说共同价值 关于共同价值 问 世界上有共同价值吗 答 有 比如世界各民族 都不约而同的 发明了监狱 限制罪犯的人身自由 就说明 自由是人类的 共同价值 但在这个问题上 东西方的观念 又有所不同 东方国家 一般将剥夺自由 视为对罪犯的惩罚 西方法学家则认为 是对罪犯自由意志的尊重 他们认为 自由即选择 选择即负责 既然你自由地 选择了犯罪 那就同时意味着你自由地选择了坐牢 为了尊重你的自由意志 必须把你关进监狱 但不管怎么说 都意味着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问 我们民族也承认共同价值吗 答 承认 比如 人间有知的侧隐 修恶 恭敬 是非之心 就是孟子认为的共同人性 由此推演出的 人意 理智 则是孟子主张的共同价值 只不过孟子没有使用共同价值这个词 他主张的 人意理智 也未必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问 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什么呢 答 独立 自由 平等 问 是这样吗 答 是 请参看一中天中华史第二卷国家 问 我们民族也一样吗 答 当然 诸位应该熟悉一句歌词 我们勤劳 我们勇敢 独立自由是我们的理想 事实上 我们民族早就有对独立自由平等的追求 比如 道家就非常崇尚自由 庄子叫逍遥有 墨家 道家 法家 都讲平等 不同的是 墨家讲机会面前人人平等 道家讲天道面前人人平等 法家讲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当然 法家的平等是有问题的 这个以后再说 儒家虽然不讲平等 却讲对等 比如孔子的君始臣以礼 臣是君以忠 孟子的 君之士臣如草戒 臣之士君如叩仇 为什么讲对等呢 因为人人生而平等 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观 是骨子里的东西 但儒家又要讲 刚常伦理 封建礼教 只好讨价还价 不讲平等 讲对等 问 那么我们民族对独立自由平等的追求实现了吗 答 相对部分和逐步的实现 大体上说 从西州到春秋 是崇尚和主张独立自由平等的 因为西州封建制度是一种分权制 从天子到诸侯都不集权 至少在贵族阶级那里 相对独立比较自由 有等级但不森严 秦汉以后 中央集权 事情就变得糟糕 不过汉唐时期 中央集权和个人自由 找到了平衡点 因此中华文明达到了鼎盛 明清两代 由集权而专制 由专制而独裁 美下欲况 终于爆发辛亥革命 整个过程充满了纠结 很有看点 问 为什么会这样呢 答 哈哈 读完三十六卷本的 一中天中华史就清楚了 静雅思听 智慧声音 关于信仰问题 问 你说信仰是对超自然 超世俗之存在坚定不移的相信 为什么要这样严格定义呢 答 因为只有彼岸的信仰 才真正具有超越性 否则就只有此岸的信念 信念当然也很好 甚至非常好 但最好的信念 也都是现实性的 如果不能兑现 久而久之就会失信 一旦失信就没人信了 政治和道德的信仰 总是面临信誉危机 甚至破产 原因就在这里 问 宗教信仰就没有这个麻烦吗 答 没有 宗教只是给你一张 通往天堂的门票 怎么去 去不去得了 都是你自己的事 到了天堂 那里是什么光景 也没人回来说 所以宗教不必兑现 也不能兑现 恐怖主义和某些宗教极端分子 就是要把宗教信仰变成政治和道德的 把来世变成现实 结果如何众所周知 问 这么说你是反对政治信仰和道德信仰的呢 答 反对 除非政治信仰是基于道德信仰 道德信仰又基于彼岸的信仰 但这很难 世界上有没有不好说 至少咱们这里还没有 我的主张是政治讲理想 道德讲追求 宗教讲信仰 宗教信的是神 政治和道德信的是人 神不会犯错 人就保不齐 事实证明 在人间建设天堂 造成的就是灾难 把信念和信条说成信仰 只能给自己找麻烦 问 我们需要建立宗教信仰吗 答 不需要 有信仰的人 未必不干坏事 无信仰的人 也未必不做好事 西方人有信仰 照样发动战争 汉民族无信仰 同样热爱和平 信仰与道德 并不构成因果关系 没有信仰 我们照样过日子 天也踏不下来 三千年都没有的东西 今天有何必 一定要有呢 问 照你这么说 信仰可有可无了 答 是 当然信仰有信仰的好处 比方说管理社会 维持秩序要方便一些 有信仰的人一般比较听话 也好商量 因为你可以拿他的信仰来说事 甚至发生了骚乱或动乱 说声主让大家回家去 没准就算了 不过也只是没准而已 何况凡事都有两面性 信仰也有信仰的麻烦 比如为信仰而战 历史上宗教战争可不少 大家都号称圣战 既然是圣战 打的是异教徒是魔鬼 也就可以大开杀戒 无所顾忌 这就是信仰的不好 反倒是我们中国人 因为没有信仰 也就没犯这样的错误 犯不着为此 妄自菲薄 问既然如此 为什么大家又那么看重信仰呢 答 信仰的积极作用之一 是能够提升人的境界 因为你是在向神看齐 走向理想 所以真正的信仰必有境界 比如世界大同 比如普通众生 比如与上帝同在 比如成为安拉喜悦的人 然而境界只是道德的最高层次 没有境界不等于没有道德 比方说 我境界不高 做不到舍己为人 并不就一定损人利己呀 再说了 这世界上真有境界的究竟几何 大多数还是云云众生 境界对于他们其实隔膜 但没这个追求就不做人了吗 还是要做 也照做吗 可见境界不是必需品 而是奢侈品 信仰也一样 问 有信仰总比没有好吧 答 请客吃饭有瓶酒 好点吧 实在没有 难道这饭就不吃了吗 碰上个不喝酒的 你还多余 碰上个发酒疯的 他还坏事 没有信仰的中国人 就是不喝酒的 发动圣战的那些人 就是发酒疯的 狂热的教徒 就是酒精中毒的 信仰邪教 就是喝了假酒 把毒品或工业酒精 当酒喝的 自己有信仰 就容不得别人没有 或者用一种信仰批判 另一种信仰 就是酒后驾车的 文革中 误把主义当作信仰 则是集体发酒疯 问 为什么那么多人 要有信仰呢 答 为什么那么多人喝酒呢 喝酒是为了进入状态 信仰是为了提升境界 进入状态提升境界 也可以有其他方式 比如喝茶 当然 茶和酒不一回事 但你不能说 茶的状态就不是状态 同样你也不能说 只有信仰提升的 才是境界 境界有各种途径 可以实现 问 比方说呢 答 比如禅宗 禅宗名为佛教 实为哲学 他主张的不是信仰 而是觉悟 信仰是关于对象的 觉悟是关于自我的 但不是信仰自我是发现自我 所以禅宗是反信仰的 却又有境界 可见没有信仰 不等于没有境界 信仰只是实现境界的途径之一 不是唯一 而且也只是提供了境界的可能性 并没有必然性 因此有信仰也未必一定有境界 更重要的是 对于当今中国来说 境界是当务之急吗 拜托了 用地沟油 放三聚勤案 做毒大米毒馒头 难道是缺乏境界 那不是笑话吗 问 不要信仰 你就不怕人心患散 道德滑坡吗 答 不怕 没有信仰 不等于没有理想 没有信念 没有魂魄 没有精神 埋头苦干 舍己为人 吃苦耐劳 坚忍不拔 都是精神 此外 父子指孝是规范 礼尚往来是信条 天下太平是理想 国泰民安是追求 凝聚人心 维系族群 建立道德 可以有多种方式和途径 信仰不是唯一的 问 但你又说信仰是人的生命本能 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答 哈哈 不矛盾 我说得很清楚 信仰的产生源于两种需求 一种是现实的 这就是安全 自由 身份认同 目前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和信仰都在实现这一功能 这样的信仰我们民族过去没有 将来也不必 但从根本上讲 人类总是要仰望星空 寻找源头 知晓归宿 那么是否需要一种纯粹的和全人类的共同信仰呢 我现在还不敢说 至少不是当务之极 问 那你说我们的当务之极是什么呢 答 重建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 这就要审视世界文明中的中华文明 找到中华文明中的共同价值 明白未来世界中的责任担当 总之 以全球事业和现代史观 重新讲述三千七百年以来我们的命运和选择 从而看清文明的意志 找到中华的位置 这就是一中天中华史的任务 静雅思厅书生系列光盘套装 现已在京东商城开卖 十张光盘 十本好书 十种颜色 十样人生 它拥有清雅的外形 水墨淡彩 素果银装 它饱含人文的精神 容纳百家 各自精彩 把它买给自己 是一份永久的珍藏 送给亲朋 是一份别致的礼物 一份别致的问题 一份订阅 我 是一份订阅 我会被买给你 三份订阅 我 别是小时 我 有意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